今天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行的最后一天 我国终于等来了迟来的好消息 被称为袖珍火箭的脚车选手阿兹祖 成功在男子麒麟赛决赛当中获得了银牌 那这也是我国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第二枚奖牌 不过阿兹祖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倍感失落 因为他没有办法获得金牌 对大麻人民感到很抱歉 而让阿兹祖感到惊喜的就是 他在受访的时候才得知 原来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他将迎来第三个孩子 原来呀 他的妻子为了不影响他的作战情绪 所以就隐瞒怀孕这件事 得知消息之后 阿兹祖他是激动地蹲在地上好一阵子 心情久久不能够平复 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比赛当时候的情况 在今天登场的奥运男子麒麟赛决赛当中 我国选手阿兹祖在冲线时 以0.763秒的差距落后英国选手杰森 获得银牌 同时也为大马在本届奥运会 夺得第二枚奖牌 对于无法获得金牌这件事 阿兹祖感到很抱歉 而长期离家训练和比赛的他 在访问中提起家人时 是气不成声 尽管我国还是无法取得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 但所有大马选手的付出 依然是值得全大马人民为他们点赞的 阿兹祖感到很高兴 阿兹祖感到很高兴 阿兹祖感到很高兴